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那是硬体设备 硬体设备真的会修行的 一朝一梦都有它生存的空间 每一个念头都可以修学 行住坐卧不离清净思想 所以你要一等思学真正你要修 学习辅导的一等思学 直习无险 当下就是无险 无险就是究竟 大圆版 华人讲的叫做一真法界 就是绝对的清净本体 法华经讲的叫做一思想 一思想 唯一是谁想的叫做大圆境志 净土中讲的 那么就是旅无神 唯心净土 禅宗讲的就是积心积坡 秘宗讲的三命相应 积书讲的 积犯一如 积犯一如 大圣本身心底观金 这样讲的 啊 不禁痴戒 不禁毁戒 持犯一如 世民痴戒 不会特别尊敬那个痴戒 也绝对不轻视那些毁戒的 唯犯解离的 世民痴戒 不禁痴戒 不轻毁戒 世民痴戒 大圣本身心底观金这样讲 戒无痴断 世民痴戒 持 心性本质圆满无所痴 犯本质无至限 我们的心能够达到一等世纪 直虚无限 须之下承担 一切法无身 万法不可得 义法不可得 再来 你想要明心尽性 要离对立 离对立 静置一如 甚凡一如 常无常一如 内外一如 来气一如 增见一如 依意一如 构敬一如 佛法是不恶法门 如果你 赞叹了三宝 却又每天去看众生的过失 你仍然不能进入不恶法门 所谓不恶法门 你能够随其赞叹三宝 你在外一切形式 不见众生的过失 你就能够进入佛陀的领域 离对立 了无自信当中 无一法可得 无凡 无胜 无大 无小 无来 无气 无常 无无常 无内 无外 必尽空体 对境极然 常不理佛 不可以三四一向见如来 凡受一向 都是希望 对境极然 对一切境境界 如如不动 就是佛 佛无心向 佛无来气 大剥热智慧心就是佛 如果说三四一向就是佛 那么转容圣王就是佛 在《金刚经》里面讲的 一定要弄清楚 如来之 既诸法如矣 如来之 无所从来 亦无所去 亦无所去 所以菩萨虽度无量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何度 没有内 没有外 没有甚 没有反 没有大 没有想 没有来 没有去 清净的决定心灵 绝对不被假象黏住 讲放下还是一个善强方便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放什么 没有东西可以放 这一切相 就离 集一切境 就离一切境 那 这个就是民心尽性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